連接香港、深圳和廣州的高鐵 廣心段已經完成 至於興建緊的香港段 鐵路由西九龍伸延到廣心邊境 全長約26公里 2010年開工至今 預計還要多兩年才完工 2015年通車 有大角咀、元朗牛潭美磚 以及葵聰華景山莊的居民關注組織就表示 工程預計影響1萬戶人 除了造成操因問題 最重要是損害了樓宇結構 就像大角咀、大桂樓四年前 曾經就進行大維修 但高鐵工程開始之後 大廈多個地方都出現長一米的裂縫 並且出現沉缸 我們投訴了港鐵之後 大桂樓和大桂樓的業主投訴之後 港鐵找了公證行來做報告 現在的新舊裂痕 覺得不影響大廈的結構安全 所以就說沒事了 關注組認為 煙事鐵路條例不公平 因為市民要索償 需要自費聘請專業人士進行測量 證實工程受影響 他們要求港鐵成立保障基金 向受影響的居民作出賠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彭樂言報導 來西道專業人士進行測量